你好,我董正东 我本身毕业于中央大学的数学硕士 现在是超级行销公司的执行长 我们基本上是一间网路行销公司 所以我最近在研究高雄市长韩国瑜先生 然后我发现他实在是非常有趣 就是从网路行销观点来看 他做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整理三个重点 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我整理了他的十大语录 第二个是他的网路行销策略 有七个策略 然后我给他三个小小的建议 第三点是一个游戏 就是韩国瑜会不会当选的一千个理由 我其实本身也是高雄户籍 我是今年才签到高雄 我之前我是屏东人 为什么签到高雄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长年住在高雄 然后就是希望我的女儿 能够抽签抽上那个公立的幼儿园 那他今年会开始念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今年呢是第一次投票 就基本上就是会投给韩国瑜 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十大语录 这大概有点按照时间顺序 第一个呢是问世间情为的合物 问世间真理是合物 这个基本上是他最有名的语录 就是跟王世间一员 霍利伟对战的时候的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是那时候在当北农的总经理的时候 然后的感触就卖菜卖四年 好人变流氓 因为他成为了王世间口中的流氓 那语录八呢会是呢 他后来呢跟段怡康 在打仗的时候 他说我从天文到地理 从两岸关系到两性关系 从菜虫果种和萤火虫都可以跟你对战 这句话也是经典 那再来呢是他最终呢 在谈他到底要不要参选高雄市长 的时候他讲了 如果一旦下定决心 开工没有回头键 OK他是讲出这句话 就是代表他一旦决心开始了 就不会走回头路 再来是语录六 就是他第一次呢 他主要发表见证的时候 他谈两岸的政治跟经济 他谈到我们台湾的政治跟经济 基本上他希望台北拼政治 高雄就拼经济赚钱就对了 那举的例子就是 例如说北京就是政治 在大陆的北京就是管政治 那上海是最赚钱 是中国最赚钱的城市 所以上海拼经济 北京拼政治 所以他提出一个类似的这样子的政见 那语录五呢是他 主要的高雄的政见 就是告别贫穷迎向阳光 赚钱再赚钱再赚钱这样子 那呢再来呢 在谈到明星的时候 他发现了高雄的市民呢 明星失变 就是民进党执政二十年了 大家都想要换人做做看 这种感觉 那语录三呢会是呢 他在谈困境的时候 他讲过一段话 他说天上下雨地上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就是虽然过去有很多挫折 但是呢 自己 如果有遇错 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克服 那再来谈到台湾的存亡 他要观察了 二十年 几十年 就是有二十个字 希望大家谨记 就是我们台湾呢 国防是靠美国 科技是靠日本 市场是靠大陆 所以呢一旦大陆不OK了 人没来 我们市场就快倒了 那努力呢是靠自己 他用这二十个字呢 来总结 我们台湾的现状 还有存亡 那第一名的语录呢 是心脑论 就是这也是他放在他的 就是在LINE官方账号上面的语录 我相信这是他最重视的一句话 他就在上面他就写八个字 复杂的脑 单纯的心 在从政的那个过程中呢 每天要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呢要一颗复杂的脑 但是呢那个初心 那个出发点 心呢要保持单纯 不要受到很多利益政党 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那个诱惑 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初心 这我觉得非常的正确 我相信这个是 如果要他来挑他的所有的语录里面 他应该也是挑这一个 因为这个是最难做到的 我们都讲全名利嘛 一般人很难过这些关卡的 所以呢其实我在网路上啊去 看特别在YouTube上面看 很多陈其迈的影片 还有韩国语的影片 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只要是呢 韩国语的影片是称赞他的 下面那支影片就一堆赞 然后呢下面的留言 95%以上都是称赞韩国语 或替韩国语护航 只要是谈到陈其迈 不管是好的影片 对他搞笑的影片 对他正面影片 只要是呢 谈到陈其迈的好 下面的留言就虚声一片 然后那支影片的按dislike就不赞呢 不喜欢的人数呢就会非常的多 所以呢这个很明显 这个我发现到 很明显哦 整个网路上呢 的声音哦 是一面倒向 就是一面倒向韩国语 陈其迈是基本上呢 是完全不得民心 虽然民调可能赢陈其迈 但是呢 这让我想到 川普当时在选总统的时候 也是这个状况 所有的媒体啊 所有的民调啊 都对川普不利 可是事实上呢 川普在Facebook上面 推特上面的发声啊 都超级热门 超多人支持他 结果呢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新闻 媒体其实是不中立的 他们是靠边站 有些是比较属于民进党 那在美国有些是 属于 比较不支持川普的那个党派 所以呢 最后的结局呢 大翻盘 其实很多人都很惊讶 其实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呢 媒体 还有民调 还有报纸呢 或多或少 受到操作 所以呢 我这一次呢 我觉得他非常 他的选举非常像川普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定会获胜的 这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 好 那我们再谈呢 他的网路行销策略做对了哪些 因为 韩国瑜他并没有什么竞选资金 他甚至没有什么 造势用的很大的海报 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网路行销 最有趣的一个特色 他可以以小博大 那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最少的资金呢 达到最大的效果 那其中一个最棒的一个策略 就是第一点 要提的就是上媒体去 发表证件 因为媒体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免费的宣传的管道 而且有时候甚至看到呢 在Youtube或者是各种新闻去帮他免费的做宣传 第二个就是他有成立Facebook的粉丝页 他有透过Facebook的直播 例如说他有一些新闻是关于他去炒菜 然后在地美食 然后上了一些新闻 这是非常成功的策略 第三个呢 是他的Light at生活圈的人数呢 竟然上线 没有多久竟然超越我们现任总统 蔡总统 然后人数呢 在政治人物里面仅次于柯P 柯市长 这也是呢 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策略 那再来呢 是一个他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个人品牌 个人特色 这个是假装不来的 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操作呢 在做网络行销的时候呢 我们一直在强调打造个人品牌 因为为什么别人要follow你 为什么别人要听你的话 最关键就是别人要信你这个人嘛 别人要认同你这个人 那他呢 自称他自己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那柯P也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川普也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那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他们都有非常明确的个人特色 那像韩国语他的个人特色太多了 他连国民党自己的党也骂 对不对 然后马英九也骂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他言之有误 批评很正确 而且他有具体的解决制度 那这一点呢 是作为网络行销的基础呢 让他的 人格特质被大家所接受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支持他 然后再来呢 就是一个最难最难 理论上大家最想要完成 但是却又完成不了的 就是叫做病毒行销 换句话说就是口碑相传 以一传十十传百 在所有的理论里面 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保证 你今天上传一部影片 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去看他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传播出去 但是由于韩国语在前面的动作 你看上了新闻媒体对不对 然后大家去转述他讲的话 特别是他的语录 非常经典 然后呢又在YouTube上面 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这些种种的效应呢 就造成了遗传十十传百 货真价实的 让他做到了 这个是最强大的免费的宣传 媒体各方面这些都是 但是真正能够让 病毒行销成立的是 大家愿意口耳相传 口碑相传 也就是说呢 媒体再怎么报 那是媒体的事情 一定要是我愿意去跟其他人讲 我愿意去跟我朋友讲他 我甚至愿意去替韩国语拉票 以一传十 以十传百 这样子才有可能真正的成功 这个是他做到的 竟然被他做到了 这是我们网络行销的 一个最高境界 这样被他做到 然后再来呢 这个这个 病毒行销的衍生的效应 就是这两件事 就是第一个叫海量见证 什么叫海量见证 就是你的见证呢 别人愿意替你见证 如同大海一样多 那这是什么意思 例如说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我研究过非常有趣的现象 只要是关于韩国语先生的影片 支持他的影片 下面就一大堆人按喜欢 然后而且95%到99%的留言 全部都是一面倒支持韩国语 只要是批评韩国语的影片 那他的不喜欢的或不占的数量 就会爆增 而且下面呢一堆人 9成5以上全部都帮他护航 非常有趣的现象 所以我到最后 我花好几个小时 为了要验证我的理论 我这观察都是对 我就去客观的来搜寻一下 陈其迈 就发现陈其迈的影片 不管拍得再搞笑 再好 然后再正面 下面的骂声 几乎是9成到9成5以上 非常夸张 而且每一部只要有陈其迈影片 不喜欢的人数都会比较多 这个很夸张 所以呢 纵观整个YouTube 单在YouTube这个平台 你看到会是呢 韩国语先生 他有非常强大的网军在护航他 那这个是他病毒效应 还有他显明的个人品牌 所最后聚集而成的 一个总体的一个成果 最后呢 更棒的又是韩女加持 韩国加分 韩国语的女儿 韩冰呢 真的是非常像川普的女儿 又有气质 讲话也是有口条 所以呢 而且又是母女 又是妇女党 跟川普跟她的女儿 根本就是出 根本就是一样的 所以呢 韩国语的女儿可以非常有力的去吸引到比较年轻族群 特别是男生 那韩国语本身呢 它可以支持到呢 它可以吸引到呢 轻壮年 就是壮年人 或老年的 所以这两个搭配下来呢 哇 把它原本的这个 这个已经做很棒的 的一个成果 又推到另外一个层次去 所以呢 上面总结这七个网路行销策列 也是我认为呢 它操作起来最成功的 但是呢 能不能再加强 可以 我给你三个小小的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把电子报 行销 email行销放进来 为什么 大家都忽略了 email行销 根据国外的统计 它的投资报酬率 高达38倍到43倍 它事实上是所有的数位行销工具里面 投资报酬率最高的 为什么 根据国外的统计呢 别人愿意留一个email给你 这个email的价值 远比 它在Facebook上面按赞 给你一个赞 的价值高达将近40倍 而且发现email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低的 换句话说 email行销根本就是 非常适合韩国瑜先生 这种资金比较有限 这种方式 而且最棒的是 当对方愿意把个资留给你 你日后 如果你又知道 它是哪一区的选民 你又把它分门别类 你日后发表见证 或要针对那一区的人 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达到 就达到沟通的效果 我们可以来看看 欧巴马在2012年的时候 他做的这个电子报行销的一个案例 他当时其实就是做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页面 来收集名单 就是让别人填email 他结果收集到几百万个选民的email 然后呢 他把它分区 他是用邮递取料来分区 结果呢 他透过email一封信下去 他有做不同的测试 然后针对不同的族群 发不同的信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 技术上的细节 但是呢 他一封信下去是叫人家捐款 几百万就进来了 这个就是证明的 这个email的成效 投资报率太大 他发这一封信根本也没有多少钱 但是他的效果却是这么大 而且这些email 日后还可以为他所用 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 而且呢 最棒的是呢 我们超级行销公司呢 有自己的电子报行销软体 如果韩国瑜先生 有考虑采用这个 这个策略 我们公司愿意 全额免费赞助 给你 免费给你用 OK 算是我表达一点点心意这样子 第二个呢 就是来制作呢 韩语录的聊天机器 我们学学科皮 科皮呢 他也是操作非常非常成功 其中一点是 有成功引起话题 而且有使用最新的数位行销的工具 就是科皮语录聊天机器人 确霸 那我成功了 上了很多的新闻 那我们呢 可以聊天机器人有分Facebook的 还有Line的 那我们公司呢 一样 最近刚出来有一个Facebook聊天机器人 如果韩先生有需要 我们全额赞助你 技术资源 但是韩语录可能是你们要整理 但是我们提供软体的教学 跟一些基本的训练 我们都已经录好了 那把这个再放上去 一来又吸引了一些话题 二来呢 也可以利用聊天机器人 把你所有的证件 所有的语录 所有的想法 都把它放在聊天机器人上面 让大家来跟你聊聊天 这样子很不错 第三个呢 是科皮 对不对 他也是因为他自己竞选经费 非常的有限 所以他做了群众募资 结果一天内就 募资到破千万 所以呢 韩国瑜先生他讲 他们在Facebook上面呢 他们也有一些小的捐款 那目前大概有1000万左右的资金 但是呢 如果在最后选战这几个月 真的是需要比较大的金钱 能量的话 那么呢 其实是可以考虑群众募资方案 我相信呢 每几天或甚至一天 要募资1000万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呢 目前观察到的网军呢 在网路上支持 韩国瑜的人 实在是真的是不分区啊 我观察到 连大陆人 马来西亚人 外国人 台湾人 几乎 都是支持韩国瑜的 甚至很多人建议他 干脆来选总统 跟科皮 组在一起好了 对 所以呢 这个呢是我建议的 就是如果你们有 还是有缺一些资金 可以来玩一下这个 这三件事情 好那最后呢 是一个留言接力比赛 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一个 测试 或者是一个游戏 就是 我想要来测试一下 韩国瑜的魅力 不管是支持他的人 还是不支持他的人 都欢迎你来玩这个游戏 因为为求公平极限 如果你今天支持韩国瑜 麻烦你影片都已经看到现在 对不对 你不留言实在太不应该了 你呢 就在这支影片 你是支持的 你就按个喜欢或按个赞 然后接下来在下面开始编号 例如说你第一个留言 你就写1 我支持他当选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龙嘛 接下来下一个人呢 就是写2 好我支持 他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呢 那如果我不支持 我就对这部影片 按个不喜欢 或生气 好 然后我就写1 理由1 然后我不支持他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就是记得理由要接融下去 这个数字让他越来越大 好 那 不管 你支持还不支持 好 我觉得这 我觉得这也算是民调一种 最直接的民调 都欢迎你呢 来分享这支影片 让更多人知道 因为我想要实际的来测试 我想要证明一件事 如果真的我的预测是正确的 这些媒体上面的民调 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 为什么 因为川普他当年就是这样子 川普当年呢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民调都对他不利 结果最后 他们非常惊讶说 奇怪什么川普会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川普呢 他在Facebook上面 他直接跳过媒体 然后因为他知道媒体被这些政党操作 所以呢 他在 他的名义 他在Facebook上面 推特上面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有 非常非常有名的 大家都 绝大部分人都是支持他的 可是呢 民调各方面 因为经过了一些操作 所以都 变成是对他不利的 那我发现韩国瑜现在 跟陈其迈 也有这种现象 但是我个人呢 的观察 至少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 我发现根本 所有的留言里面 95%到99%的人都是支持韩国瑜 比如说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游戏 所以呢 你都看到现在了 现在呢 就在这个影片下面 第一个 如果你是支持他 就按喜欢或赞 你不支持他 就按不喜欢或生气的表情 然后接下来在下面留言 看谁是沙发 谁留言最快 那为什么他留言一千个理由 因为我不希望他开快结束 就看谁最快 达到这一千个理由 或谁留言最多 单选或不单选 开始接拢 留言最多的 谁就赢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个到底韩国瑜的人气比较强 还是陈其迈的人气比较强 那这个游戏 现在开始 那就 开始留言吧 我们来看看结果 拜拜